不可以讓你領 他用這步下去分化 那真是叫做階級對立 你來做這步 他沒辦法動這個趨勢 大家都知道 所以怕你所有 不管是農委會出來做 你很好 農委會你記得做排富的民調 金公教加三% 不叫行政員做一個金公教 大家來看看是不是要排富 那倒下去沒了七千人 馬英九不應該加這三成 那你怎麼說 你知道陳如雄的調查 他說有的農民 那房子雖然公告現實沒概念 但是那房子雖然超過兩千萬 那不就要賣掉 沒關係 我說四個超過兩千萬 他排富也沒問題 但是馬總統財產的破一圓 對啊 那這個不必排富 有啊 那說農民兩千萬的储公要排富 來我們再看 他記得那時候有一個新聞 法務部有一個檢查師師長 叫陳文綺 他去買元大一品院 好 結果說 他因為他是 他是檢查師的師長嘛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才買去這個房子 他說沒有 我買那一品一票八十萬 他說那是我們老公做律師傅高貪 好 初步認為他們兩夫婦繳交高額所得稅 確實有能力賣上億豪宅 一家房子多少 一prints 兩億 一 vigilant 一個月 然後30% 一個人也不用排富 對 三 MATT教她 這個農民諾 這個人說 我們賣一個的iss j 不必排富 Stick시면 document 那兩千萬就差不多錢 那不可以 那要他排富 那我就想不到什麼標準 邱老 conse 我同意 因為國民黨壓力太大了 他的立委要選舉 鍾紹和 你問看他的選區有沒有老農 對不對 你問林明珍 他的選區有沒有老農 林議事選區有沒有 林議事沒有啦 所以他那不需要啦 洪議 他們壓力太大 可是又不甘心 所以弄個尾巴叫排富 洪議 排富尾巴只是馬英九的遮羞布而已 如果就像你講的 那你軍工叫三趴也來排富 我跟你講軍工叫三趴如果排富 我跟你保證審好幾十億 很多人不用領 我現在可以舉例跟你講 哪些人不用領 馬總統不要領 蕭副總統也不要領 蕭副總統住元大什麼花園 洪議都是上億的 住一品院的不用領 住什麼幕府十六也不要領 洪議都大官 可以審多少錢 審幾十億不要 農民就給你審個幾億 洪議我覺得這是遮羞布 馬英九心不甘情不願 給你農民加這個錢 反正加了錢以後 農民也不會感謝我 洪議弄一個什麼排富 什麼中間選民 我覺得台灣真的可憐 誰在搞階級對立 搞成這個樣子 還在說中間選民會支持我 中間選民都讀四十五金 謝謝 洪議我引用你的話 有種就排富看看 這樣就好 怎麼說 洪議我現在第一個我想不通 他怎麼排富 現在你調查 因為很多農民 你肯定有 不是我 不是排富的條件 我現在跟你說 現在六千塊的人都沒有排富 以後七千塊的要排富是要排什麼 原來領六千的就 排富也不能連六千都不能領的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聽不懂 是意思說排富是要排增加的一千塊 還是你原來的六千都不能 這是這個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本來就自然兩千這樣 這件不能加 但是你以前六千也不能拿 是不是 排富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 頭大的說是陰謀 我現在在想死 要不然有沒有 哪有這個排富說 那這個六千還可以領 但是因為你比較好壓 所以你不能領七千 好壓 比較好壓的農民領 現在兩種一種七千一種六千 要這樣嗎 是不是後面七千的到沒有 是多一種 我想要 先請問農委會 你到底是怎麼樣 我是覺得他要用七千到沒有 這樣不然這樣都排富 所以我說 有種你排排看 其他我都不講 你這罪你把他排就沒關係 你不要小看馬總統 馬總統是有種的人 今天在說 有什麼說 軍公教不用排富 甚至說一定退休的軍公教 還可以繼續擰三趴人 薪水底在調 也可以不用排富 為什麼 套句觀眾的話 不是普通人 經營殺婚 不是普通人 怎麼可以排富呢 甚至說 他們的富的標準 可能是財產的十億 那叫做富 所以他們還沒有達到十億 所以不必排富 你如果做產的有兩千萬 你就算很好壓 所以就要排富 是不是這樣 我懷疑 因為標準在哪裡 所以我說其實他這個排富 我認為民進黨要堅持到哪裡 這間 他如果真是敢要排富 我們公教又要做了 我們的恩威又要做下去 讓全國民眾大家來看 他現在其實他排富 他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他知道民進黨 可能會去揹個這個排富條款 對不對 他才那半天之後 沒計 你看民進黨在動 我們要計耶 我們要計一千塊 民進黨在動 所以沒計 其實他的目的 是要在立法院 造成這個法案 衝突 衝突以後沒有過 沒有過是因為民進黨反對 讓這個法案過 他最好結論 民進黨不讓法案過 所以要計一千 民進黨反對 現在自己看 其實呢 因為民進黨是為了要反對 反對排富 希望都會計算 他就這樣把你抖起來 所以要去 利用國民黨這種操作方式 所以我說 他這種操作方式就是 因為他以前也被操作 不是被操作方式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說 譬如以前 我們有很多老年年輕 什麼領域 領域的 領域什麼廣告退休的 領域十萬五萬 那些不可以領域 他就是跟你說 你看民進黨反對 要把我們 把過錯推給民進黨 作詩人 我比賽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今天國防部長高華主 在立法院 立法委員質詢他 你知道今天他跟我的議員 接受他 接受他 是中國的國権 對 對 他問他 部長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退役將領 去參加中國國慶 多少人 他說我知道 但是人數不多 不多 不多是多 多少叫不多 或是多不多 重點就是這些人我們在賜 對 18%叫領 對 越退縫叫領 都領很多錢 還加3% 他們也沒有排富 對 他們去那邊參加中國國慶 我們的農民在這裡 說就要排富 說老農金一千塊拿不到 對 對 我相信我現在想不到 可憐 有這個 其實這對農民是真的是差別待遇 這違反憲法 這裡是中國什麼 你養什麼農民 對 而且這個將官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跟我說他很幸運 因為他的 在軍人裡面的軍種比較特別 然後很年輕 升到那個位置 他那一年不退休的話 他之後的退休縫沒有那麼多 他那一年退休過 沒有打仗過的軍人 四十幾歲 他月薪是接近八萬元 七萬多 是到目前最多 什麼東西都不用做 他這一代 他都會說我們奉獻國家一輩子 但是不要稍責過 這樣七、八萬元 結果農民現在 區區一千塊 一千塊他說怎樣 排富之後可以省八億 拜託 台北市孔廟的預算 九億元 一個孔廟比我們攝影棚 大不了多少 九億元 因為你們要恢復儒家的 固有傳統精神 九億元 包括所有的衣服重做 然後結果大家 所有的八億、六億禮 那些學生們 要按照季節站的表演 九億元 這些錢 你也刷來 讓這些農民吃就可以了 他們的這個津貼就可以了 而且 為什麼國民黨要這麼做 為什麼他要搞一個排富 他知道一定被人家罵嘛 農民一定不甘願 對不對 因為你也要拿國民黨想 國民黨如果是都照你民進黨做 我們就要牽手對白 對不對 所以他要對我們的條款裡面 找一項不一樣的 的確是分化農民裡面 這個可悲的是這個農委會主委 他是工廠 他除了說領取老農津貼 有三千人 他的非農守的比較多 他前幾天又說一句話 他說有四千的農民 是這時候已經沒有在忙農事了 他說這樣分化農民裡面 我如果八十幾也沒辦法做 對啊 農津貼不行了 所以農委會主委現在轉行 變成財政部長了 是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給大家看 有人其實大官財產更多 為什麼他們都不用排富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